爸爸的环保袋 来哟来哟 新鲜的青菜 一把二十 三把只要五十 卖完就没有了 快点来哟 婉儿 我们去买几把青菜吧 好 老板 给我三把青菜 好好好 三把五十 三把五十 老板 再多给我一个大塑胶袋 爸比 为什么要多拿一个塑胶袋 没关系了 反正又不用钱 来来来 先生 你的菜 好 来 五十元给你 走吧 我们去买豆腐 老板 豆腐怎么卖啊 认识一把只要三十元 要买要快哟 我要这一排 对了 帮我分成两个塑胶袋装 爸比 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塑胶袋装啊 这样豆腐可以分两次吃啊 一次一袋比较方便嘛 可惜拿这么多塑胶袋 很不还宝耶 不会啦 塑胶袋再拿去回收就好啦 嗯 婉儿 帮我把这些豆腐拿去冰 好 爸比 你怎么把塑胶袋都丢到垃圾的 不然 要怎么办啊 你明明自己说 要回收的 哦 好啦 好啦 晚上我再拿去回收 一定要哦 我会看着你 宝宝 垃圾车来了 赶快拿塑胶袋去回收 快点啦 垃圾车只停一下下 快点啦 垃圾轮就来不及啦 不用急 一定来得及啦 啊 啊 来不及啦 呃 那就 只好明天再丢啦 啊 赶快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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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外面看看 啊 怎么会这样 宝贝 你看啦 都是你的塑胶袋啦 不许你这袋塑胶袋回家啦 我已经剩不了宝贝的塑胶袋啦 宝贝 你难道不知道 塑胶袋不但无法自然分解 焚烧后还会造成空气污染 更重要的是昨天还害我们家淹水 对不起啦 婉儿 以后宝贝买菜的时候只能带环保袋 不能再拿一刀的塑胶袋回家啦 好好好 爸比知道了 来来来 青菜一把二十 三把五十 快点来买呀 呃 老板 给我三把青菜 好好好 好 对了 要一起放进大塑胶袋里 对不对啊 呃 不用 不用 通通放进这里就可以了 呵呵 自备购物袋 嘿嘿 这样很环保哦 这是我女儿送我的 她说要用行动爱地球 老板 你以后呢 也少给客人塑胶袋吧 呃 对了 对了 自备购物袋后 比较好了 嘿嘿嘿 等一下 先生啊 看你女儿贴金又环保 我想一定是你这个老爸教得好 来来来 免费再送你一把葱 啊 呃 这个 应该是我女儿教得好才对 大家都知道环保的重要 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却很少 其实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能改变地球哦 环保是一种习惯 随手做环保 环保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哦 你不太站住啦 好好好